他被广电评为中国六大智慧少年 14岁组建花儿乐队 第一张朋克专辑就让他登上金曲奖的殿堂 曾经北京新生的代表 后来凭借初代网络神曲《红透中国》 又在网络综艺开之散逸的今天 通过狡辖鬼马的语言艺术 为观众扫除情绪上的阴霾 这是舞台上我们熟悉的大张伟 但看完这期节目你会发现 这不是全部的大张伟 据光灯以外的他 需要连组传的工作给自己带来安全感 曾被舆论的洪水逼上抑郁症的险滩 会在得到圆满的那一刹那 马上焦虑下一出圆满在哪里 在我看来 他是一个与生活较劲的天才 一面映照普通人努力自洽时的镜子 大家好 我是新人UP主海边的卡卡罗特 这是我的第四期内容 希望为大家还原一个相对立体的大张伟 大张伟从小和父母生活在北京南城的 一个大杂院里面 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房子 就是一家人的全部天地 从小学开始 大张伟在音乐方面展现出惊人的天赋 听来般的嗓音加上对旋律的极度敏感 让他从一个平平无奇的大头少年 一下子成了大人们眼中的明日之星 他被选入北京重文区少年宫 和央视银河少儿和唱团 被广电的杂志评为全国六大智慧少年 曾在俄罗斯奪得国际歌唱大赛的二等奖 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那个时候的大张伟 只能是 但傲人的成绩难掩一家人 剪色的处境 为了支持儿子的音乐梦想 父母白天下班后 继续去街上练摊卖宵夜 就这样 他们硬生生的在八十年代攒了八千块 给大张伟买了一台燕舞牌音箱 后来大张伟去俄罗斯参加比赛 报名费又要八千 哪怕少年工已经垫付了一半 剩下的四千块 也让老张家付出了全部的积蓄 甚至要向亲戚借钱来凑 上一期节目有庇佑留言说 童年的经历注定了人生的底色 在父母恋摊的日子里 每当他从深夜醒来 发现家里只剩自己时 总有一种从雾边黑夜里蔓延而出的恐惧 让大张伟害怕自己被这个世界远远的抛弃 而这种害怕失去的不安全感 成了大张伟在长大之后 一直都在寻求解脱的命题 小学毕业时 北京市惠文中学给了他音乐特长生的面试机会 就在这个全家人盼望着鲤鱼乐龙门的时候 大张伟捣嗓了 努力练习的副作用 让这个全班年龄最小的孩子开始变身 这也意味着重点中学的大门对他关闭了 最终他去了209中学 曾经的明日之星 却连合唱队的领唱都选不上了 当音乐的光环黯淡下来 财貌和家境都十分普通的大张伟 成了同学欺负和老师奚落的对象 他发现自己无论如何 也无法成为老师和女孩喜欢的那种 特别会装的学生 然而曾少年成名的他 惧怕这种那年十八 站着如楼楼的平庸之痛 一度让他向往成为一名凶狠的小混混 多亏这时候 一种狠心的音乐形式 拥抱了这颗有些失落的灵魂 让他在郁郁寡欢的学堂内外 找到一个可以宣泄的出口 让他在无人喝彩的街头巷尾 幻想着自己在舞台上熠熠闪光的样子 这种在中国还很新的东西就是朋克 虽然大张伟在发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之后 才知道这就是朋克 但这丝毫不妨碍当时的他 将全部的精力和零花钱投入其中 还是当年那间不到十平米的平方里面 大张伟和好友王文博 郭阳男程三结义 组建了后来的花儿乐队 大家好 我们是花儿乐队 大家好 1997年的某一天 正当歌仨在房间里面叮噹噹噹的排练池 跳出窗外的旋律 吸引了恰好从此地经过的 麦田守望者乐队的贝斯手 他邀请三个人去当时的地下音乐重镇 盲风酒吧演出 这一年 大张伟14岁 在山池讲台下 他只是一个形单影子的老实学生 同学多年后回忆他的印象是 只会傻笑 没什么存在感 而在Live House里面 郑君跟他打台球 丁武和崔剑给他调音响 宋柯看过他们的现场后 大受震撼 一连用四个狠字评价花儿 就在他准备签下这三兄弟时 机会却被自己的下属傅冲 抢先一步 1998年 26岁的傅冲 从宋柯德麦田唱片辞职 成立公司信封唱片 签下大张伟三人 给他们的乐队命名为花儿乐队 一年之后的1999年 乐队发布第一张专辑 幸福的唱片 一个属于花儿乐队的时代盛开了 而大张伟也不如他创作的第一阶段 不可先许 寂寞围绕着天使 垂死坚持 在两点半小时 多希望有人来陪我 度过末日 空虚敲打着地址 仿佛的时间已静止 我怀疑人们的生活 有所掩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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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死坚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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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静止 激动在瞬间丢失 梦被稀释 不停转动的手势 我幻想美丽的生活 或是开始失望 不经意流失 降客太耗费的天真 我感到有点失落 无法抵制 专辑里的静止 成了朋克时期 花儿乐队的代表作 跳动中带有迷失味道的旋律 像极了老师歌舞厅中的迷离氛围 应召出一种时针指向午夜时分 却依然不愿向黑夜投降 期盼着有人主动邀请自己 共舞一曲的落寞伤感 静止大概代表了 这一时期花儿乐队的特色 重冲之转的节奏 躁动欢透的旋律 直白表达青少年烦恼的歌词 搭配着大张伟 阳光中参杂的一丝忧伤的少年音色 让幸福的旁边 舍弃了中国摇滚乐字诞生以来 就意义贯之的严肃深刻 用简单直接的旋律 唱出年轻人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的躁动与忧愁 让敏感又脆弱的花系男女 在内心经历起伏波澜时 找到一处可以逃避情绪末日的街角花园 15岁的大张伟 负责了这张专辑所有的编曲和作词 这张专辑的名字也是他取的 原因是他当时的同桌 他的女朋友每天都幸福的不得了 而他本人就是幸福的旁边 专辑发行后 迅速在北京摇滚圈 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乐队也在2000年入围了 第11届金曲奖 最佳组合奖 并在颁奖现场演唱了代表作敬职 同一年 滚石子公司魔烟唱片 发行了专辑的台湾版 为了推广这张专辑 甚至让公司旗下的莫文蔚和杨乃文 翻唱了《静止和破灭》两首歌 所以显示滚石对这张专辑的重视和喜爱程度 1999年也是华语音乐史上极其绚烂的一年 普述发行了首专《我去2000年》 New Boy里面那种开放奔勇的时代情绪 在今天依然动人 孔月天发行了第一张创作专辑《疯狂世界》 拥抱里面希望紧紧拥吻 令人的激动与渴望 在今天也依然热的发烫 新裤子在渔游街那天发布了同名专辑 在《我们的时代》里面 无比兴奋的拉开新世纪的新鲜乐章 通过狂飙大火的张颂文 也在这一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实现了从导游到演人的人生转变 能在这样的年份里面受到市场的认可 足以说明花儿乐队在当时的影响力 两年之后 乐队发行第二张专辑《草莓生日》 专辑的名字来自一本 同名书籍同时也是大正伟 喜欢的一支乐队的名字 这张专辑与幸福的旁边 有着高度一致的精气神 处处弥漫漂浮着清爽无味的少年之气 而在激昂的旋律之外 《泡沫》这首慢歌 是这张专辑我最喜欢的一首 有着高度一致的精气神 像远方宁望着 空气都打开了记忆 随风散落 幻想美好的时刻 没有完美结果 红色夕阳下落 黯淡的云朵 憧憬像漂浮的泡沫 光映出灿烂的颜色 可却没有找到我 全世界的雨打到我 我的梦已经湿透了 瞬间被淹没 大张伟在专辑的介绍中写道 说起泡沫这首歌 我变得严肃起来 真的很严肃 好像刚从一特美 但是特凄惨的梦里哭醒 电影看多了就这样 老把别人的悲剧 都往自己的身上按 到后来都觉得自己也挺凄惨的 有时候都快崩溃了 可是第二天就会发现 一切都不过如同一个 轻飘飘的泡沫 喜怒哀乐都特别虚幻的 在梦里结束了 如果说禁止道出了少年们 在午夜时分对抗寂寞的心跳感应 泡沫则写出了 他们在洒满夕阳的窗台旁 平满远眺 惆怅未来时的古杂兴趣 在这首歌里面 秋日里的寂寥暮色 在落寞悬域的眼影下 跃然直上 伴随着灯火 风 远方 记忆这些一腔组合 听众的情绪渐渐被揉碎飘远 空气都打开了 这样的巨事 也让这首歌 披上了一层试性的外衣 两张专辑给中国的摇滚圈 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业内将他们与新裤子 报家街43号 地下婴儿等 同一时期浮现的新乐队 统称为北京新生 将他们奉为 中国第三代摇滚乐的代表 此时大张伟刚刚成年 二花光这两年 靠音乐攒下的所有积蓄 让父母从曾经的大杂院 搬进了现代的楼房里面 其实这一时期花儿的成功 一半来自大张伟的才气 另一方面也得益于 他们吃到了 朋克音乐的短暂红利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音乐浪潮 而朋克音乐注重 态度的特性 和三和弦的创作方式 也恰好掩盖了 他们技术上的瑕疵 然而就像崔剑 歌曲里面写的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变化快 这股摇滚乐的浪潮 很快就消散在一股 更强大的时代洪流里面 我们稍后再说 《草莓声明》 成了乐队的最后一张 摇滚乐专辑 2004年 乐队签约百代唱片 与杨成林 张慧妹 罗志祥成为同门 并在同年发表了新传辑 《我是你的罗密欧》 吉他手世心宇 也在这一时期加入 音乐从之前的朋克风格 转向更偏大众的青年流行 成了花儿乐队 从前期静止 到后期洗刷刷的分水岭 带来了 Miss You 推开窗一起等待着日出 融化冰冷只剩莫名感动 我们的故事中 相识到算数位置 我在你等于 整片完美天空 我见你等于 随着星光漫步 相证相处 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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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永恒的彩虹 我在你等于 看到这里 可能有必要提问了 夏子哥 为啥花儿乐队不做风格了 我不当我 首先就是刚刚提到的那股 叫做港台流行乐的时代洪流 2000年之后 华语流行音乐开启了 神仙打架模式 周杰伦发布了 范特希 巴度空间 夜会美等专辑 陶折带来了黑色柳丁 和太平盛世 蔡依林发行了 看我72遍和城堡 同一时期还有太多的经典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大家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 来一波你的回忆沙 总之 在流行音乐 渐渐成为市场主流的时代背景下 在当时 本就带有一些文化经营属性的摇滚乐 势必走向示威 其次是大张伟个人层面的原因 童年的孤单回忆 让他特别需要别人的关注和认可 他曾说过一个习惯 就是只要醒过来 一定要把房间里的灯全部打开 因为他害怕站在黑暗里的感觉 但他出道第二年后开始发现 当他在台上卖力的演出时 底下的观众 总是像看一条脏裤衩一样 皱着没看他 看台上就一裤衩脏了 你知道吧 就是那种感觉 说这是什么东西 它占一什么 是尿吗 就是就那么个劲看你 你就慢慢 然后就是你会觉得 就特别扫兴 就是你觉得你活色扫兴 你知道吗 然后 所以说我后来就觉得 为什么我要去 特别那么专注的 做一件让别人扫兴的事情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应该去做 大家都开心的事情 那你 更深层次的 他发现摇滚乐里面 这三样最重要的东西 并不是他想要表达的主题 并且随着他对这个圈子 和文化的接触越深 他越发现 中国式的朋克 从本质上就是一场表演 真正的朋克精神 在脚下这片土地 根本无法生存 除此之外 钱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盗版横行的环境 加上并不算大众的市场 让大张伟只是掐到了 但没有掐饱 经纪人附冲告诉他 做摇滚乐就别想着赚钱 为什么欧美的摇滚明星都是千万富豪 而我只能拿着200块的日薪 在难度日呢 所以大张伟开始带领华尔乐队转型 对于这一决定 复从极力阻拦 希望华尔可以成为大陆的吻约天 尽管队友们对大张伟的改变 也有些犹豫 但大张伟还是说服了大家 与新风简约 而转头百代唱片 这即是一个新的开始 也意味着 他们付出了剩余的积蓄 和百代的预付款 来缴约金 三人也永远失去了 前两张专辑的音乐版权 从此之后 昔日的伯乐复冲 与大张伟不再来往 让我们把目光 再回到2005年的大张伟身上 新唱片 《我是你的罗密欧》的反响评评 让他在气馁之余绝地三职 在那个 《我还只知道》上网打游戏 和摆弄QQ空间的年代 大老师已经觉醒了 超越时代的大数据思维 他开始分析 各大音乐平台上 排行榜前列的歌曲 思考总结这些歌曲的共性所在 一年之后 新专辑 滑稽网超问世 在发行前 大张伟指着其中一首歌说 这歌我算过 准能红 请你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 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闪闪无形里面的记载 变成此时对白 欠了我的给我不回来 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 你我好想花钱般恋爱 每次都是财 当大张伟把洗刷热的demo拿给队员们听的时候 所有人都疯了 大张伟拍了拍大家的肩膀 说这歌摇滚声是没了 但有钱声 世心于你不是想买宝马吗 唱了这首你就可以买了 事实证明大张伟算对了 洗刷刷在当年红遍大街小巷 但也随之争议不断 抄袭仪式我们稍后再说 更多的人是惊讶于 他们对摇滚女的背叛是那么的彻底 大张伟曾说过 对于音乐人来说 成功就是三件事 上春晚开演唱会当可乐的代言人 洗刷刷确实把那个喧闹朋克的形象 洗刷的一干二净 但这样的创作也符合大张伟 一直以来都信奉了成功标准 所以与其说是他背叛了什么 倒不如说是他现在 才做出了他真正想做的音乐 乐评人李婉对此有着精妙的描述 花儿乐队的变化不是突变的 而是有劲可循的 他们后期的作品 即使能从早期的音乐中找到脉络 变化的是世界观 大张伟的音乐态度就是 简单有趣好玩反叛的 洗刷刷专辑的爆红 也标志的大张伟 进入他创作的第二阶段 神曲教父大张伟 花姐王朝让花儿乐队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面 分别发行了《花天喜事》 和《花灵圣货》两张专辑 全都坚持了轻松 并且有些洗脑的音乐风格 《穷开心》也是这一时期创作的 大张伟说过这是他最喜欢最满意的作品 这首歌的争议程度与洗刷刷相当 抛开一些极端的争议 因为平时耳地对这一时期大张伟的创作 进行了非常专业的总结 洗刷刷达到了大张伟创作的一个高度 也是他最适合走的一条艺术路线 几顿民俗的借鉴 加戏曲元素 加上口旋律 加无恼口号 加被包装成恶趣味的朋克美学 具有不俗的流行价值 与大张伟的满意截然相反 许多人觉得这三张专辑不胜高级 但大张伟想的是 为什么只有严肃的 伤怀的音乐才是高级的 而高级的就一定是正确的 我想用音乐给大家带来快乐 但为什么轻松快乐的东西 就一定是低级的 贝尔爽里面他写过 天是那么货量 地势那么广 这首歌同样招来了很多人的批判 但他说北京人不都在 期盼蓝天和不堵车吗 我想到这些就写进歌曲里面了 可为什么总有人觉得他低级呢 其实每一个歌词 我都写的是按 就是人世间 能够最爽的一个生活段 他写的 其实歌词写的很好 我就觉得歌词 回望那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 对大张伟审美上的批判 原来只是一个蝎子 从05年开始 中国互联网第一批猎文虎客 开始拷打大张伟的抄袭问题 这里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他确实是抄袭了 但在2000年前后 确实有很多音乐人 错把抄袭当做借鉴 比如郑君的赤裸裸 至于呛花的Bad Obsession 还有叶浅文的《潇洒走一回》 至于Blondie的《Call Me》 大张伟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 也算是那个时代版权意识薄弱的通病 任何一种柏来文化的演进 势必都要经历一个模仿和学习的过程 但抄袭总归是不对的 大张伟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抄袭的丑闻让他一度罹患抑郁症 花天喜事在发行前夜 又被爆出抄袭 导致20万张唱片全部作废 镜头前嬉皮笑脸的他 开始整天整夜的 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不出来 但这仅仅只是花儿乐队 分崩利息的意识 花铃盛会之后 吉他有十星雨 因为实在无法认同乐队的风格 而选择退出 外部的舆论重伤和抄袭风波 也加剧了其他三人的裂痕 十年的光阴弹指一顺 在训里的花朵 也终有凋零的一天 2019年6月21日 乐队在当初成就他们的 《盲峰酒吧救址》 宣布乐队解散 8月11日 大张伟丹飞专辑 《霹雳狂话》发行 他的搭档换成了 雷鱼小胖和霹雳小雨 11月14日 大张伟王文博和郭阳 在工人体育馆 举办了花儿乐队的 三场演唱会 这是花儿的最后一场演唱会 也是乐队出道十年的 唯一一场演唱会 在这场没有演出商 承包票房 公司自负零亏的演唱会上面 花儿乐队和花儿的粉丝们 都没有让彼此失望 许葳 李健等前辈好友 也在现场陪着粉丝们 一起赶伤这场迟到太久的告别 在演唱会临近尾声的时候 乐队一起演唱了 大张伟写给彼此的 什么都不必说 他把乐队这些年的 意气风发和委屈挣扎 都白开了 揉碎了放进这首歌里 当一切的一切 终究要散场时 曾经的隔阂 也终于消弭在 回忆的抚慰之下 什么都不必说 什么都不必说 穿过小岸风梦 什么都不必说 亲爱的 什么都不必说 什么都不必说 记得这里有我 记得心里有我 什么都不必说 什么都不必说 思念想要搬拌 思念想要搬拌 穿过小岸风梦 穿过小岸风梦 什么都不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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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这里有我 记得心里有我 记得心里有我 思念想要搬拌 都会离开你 就是真的是这样 因为本身我并不奢望 每一个人都喜欢我 我也没有说 这么说 关键是 尤其是我觉得 关键就是 一定要 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真的是这样 当痛苦太过沉重时 人们都习惯 安慰彼此 哭出来就好了 但大政委并没有这样 幸运 也是在这一年 他为了推广新专辑 而登上了 大鹏主持的明星在线 因为滴血糖 导致在节目中 讲话语无伦次 而被大鹏叫停 之后大鹏的团队 放出视频 并以大政委吸毒 发到网上引发争议 抄袭的风波 加乐队的结散 加吸毒的谣言 一连串的重创 让大政委迎来了 他的治安时刻 两年之后 他的新专辑 大张旗鼓 并没有在音乐市场上 砸出太多的水花 今天我们用一个 上帝视角回望过去 随着2009年 首届草莓乐节的举办 和2010年 万能青年旅店专辑的发行 中国摇滚乐 在商业化模式 和内容主题上 达到了一个 中心式的里程碑 只是这时的花儿 已经成为过眼云烟 与下个十年的 音乐红利擦身而过 大张伟太有才华 大张伟是真的朋克 他自己就是一个纯 大张伟的被子 一直走到2012年 曾经打造了超女 和快男的洪涛导演 邀请大张伟参加 自己的新综艺 白变大咖秀 其中台里的领导 对这个提议是抗拒的 许多人对他的印象 只是一个没有文化的 男成混子 但自从加入剧组的那一天 他就用他的才华和态度 让所有人 对洪涛的决定 心服口服 这是一次甜蜜的双向奔赴 洪涛急缺一名 能炸场 有创作能力的艺人 而大张伟 则在萧陈的日子里面 一看吴宗宪的节目 获取能量 最终他发现 参与综艺 可能是自己的解药 因为他既能给自己 带来聚光灯下的安全感 又能真切地 给每个人传递快乐 自此之后 无数的邀约分支踏来 大张伟开启了 无人能党的总议生涯 2016年成为 天天向上的常驻主持 2019年拿下 吐槽大会总冠军 保守统计 他从2019年至今 已经参加了 188档总议节目 他在里面诠释了 李宗盛那句 嬉皮笑脸面对 人生的难 凭借之言片语 巧妙的解构着 时代留给 年轻人们的生活难题 无出其二的接耿能力 也让他常常成为 节目的点睛之笔 他也成为了 人们所熟悉的那个 人间清醒 大张伟 这样的生活 似乎是一种重生 大张伟从音乐的 滑铁路中重新归来 通过自己的天赋和努力 为观众持续提供着 快乐的情绪价值 在马不停蹄的通靠之中 实现着名利双收 但又年检测的家境 和成年后的起起伏伏 以及大张伟 对于自我精神世界的关照 让他无法安心痛快地 享受这种 爆发护士的流量红利 与他在节目中 魂不令 没心没肺的样子 恰恰相反 在私底下 他从不浪费自己的时间 没有通告 就看书 研究音乐 圈子里的饭局 也极少参加 夜店这类的场所 更是进而远之 有时候我觉得 他像是一只 从孤岛起飞的 惊弓之鸟 哪怕身处 狭逛万里之中 也依然时刻担忧 会在下个渡口 被乌云笼罩 这也是大张伟的拧巴之处 一方面 他需要综艺 给他带来的 鲜花与掌声 他在给大家 带来快乐的同时 也是一个 自我疗愈的过程 另一方面 他又对这种 靠耍嘴皮子 获得的成就 保持观望式的清醒 在独自面对自己时 陷入深深的质疑和失落 而这种失落感 可能来自 他心底 对音乐的执念 为了生活 大张伟可以做一名 逃避深刻的邪心 而面对内心时 他依然把音乐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尽管这些年 依然有人 拿过去的抄袭说事 尽管许多后来的粉丝 不知道他曾经 是一名乐队的主唱 尽管他在音乐方面的回报 远远不如综艺来的多 但音乐 依然是他内心 从未熄灭的烛火 任何的恶毒与鄙夷 都无法让他停止 对舞台的渴望 讲到这里 请允许我 如同伤痛文学 一般恶俗的说一句 世界一通闻我 我却抱之一歌 就这么突然 被那些刺了心 一股热涌红了眼睛 就这么突然 随那些抛了音 怎么连话都说不清 我以为你本是治不了的病 较尽的自我不远行 绝不能复乱 既然刚遮想不在意 那些都不是我 都不是我 那些都不是我 要伤坏的 那些都不是我 都不是我 可是我怎么能 能 怎能不去想呢 那些都是我 2019年 大张伟在出道20周年时 发行新专辑 二史是件更美好的事 带来了我认为 大张伟在单飞后 最棒的一首作品 那些都不是我 它更像是一首 给自己疗伤的歌曲 在深情中 潜藏着一丝遗憾 无奈中 也包裹着真诚 在喧嚣尘上的人言 和娱乐至死的狂欢中 他给自己搭建了一处 可以回望来时道路的长椅 静静凝望山下 为他亮起的万家灯火 诉说他对这些年 是非纷扰的温柔告解 这些年 越来越多的媒体 喜欢把大张伟 塑造成一个超然事外 大隐渔式的高人形象 似乎他寄习得了 斗维的超然 又深暗李诞时的事故 但就像他说的 这些都不是我 只有在音乐里 那才是真正的我 今年 大战伟要40岁了 我发现人间清醒 天才少年 低级趣味 音乐采访这些贴在他身上 固化已久的标签 与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 所呈现出那种 鲜活的 挣扎的生活状态 两指的对比 给我带来了 难以言说的情绪冲击 在看他的故事的时候 更像是凝望一面 映照普通人 努力向上 和寻求自洽时的镜子 映照出城市中 人们常有的缺憾和执念 他在采访里说 当个人20周年演唱会 圆满的结束时 他又要痛苦的 去寻求下一次圆满了 经过起起伏伏的大老师 尚且如此 对于普通人的我们来说 生如逆旅的人生主线 似乎也没有太多 可以焦虑和抱怨的了 大张伟的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从春节返乡的路上 我就在准备这一期的内容了 但实际写起来 我发现 它的难度远远要超过 上一期张震月的内容 如果对比来看 假如说张震月的故事 是拥入人生的一个出口 那么大张伟的经历 更像是我们普通人 寻求自洽时的一面镜子 我们试图通过 获得优异的成绩 体面的工作 这些所谓的鲜花和掌声 来证明自己的人生 过得还不错 但它们也许只是 我们内心火种的一条 平行直线 两者只有在世俗的法则中 才会产生焦点 最后也感谢各位观众老爷 让我上一期节目 盘面拉满 在春节这样 神仙打架的档器 帮我冲上了 B站热门的榜首 所以为了保证 这一期内容的质量 文案前前后后改了有四版 录音也录了三次 上一期节目 有观众说 我的语速和节奏偏快 这一期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但是我在剪辑的过程当中 发现好像还是差这么一点意思 以后我会继续去关注 和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我是新人UP主海边的卡卡罗特 一个让你跟女孩 或者男孩聊天时 都多一点话题的频道 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 做的还不错 或者对你有所启发的话 希望不要拎心你的点赞 投币 收藏和转发 因为你的认可 是我继续做长视频的最大动力 好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最后是一个关于UP主 本人的小的彩蛋 就是在准备 大张伟这期节目的同时 我也从腾讯离职了 从毕业一直在这里 做了有四年多的时间 同时自己也会离开 深圳这个城市 我的想法是在未来 可能有一段时间后面 我安静下来之后 我会分享一下自己 为什么会离开腾讯 为什么会离开深圳 以及在这家公司里面 我的一些体验吧 那以上就是这一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